愛到某年某年某一天 渴望一直守護著一個人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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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看看永遠 但是如果她可以包著你 繼續走下去 那就代表說 就是你們兩個人可以 一起往前走 所以婚紗甜片鋪寫進你真情告白哭哭 所以放散囉台海銀溪節約的謝金穎 去年底辦溫定餅登記結婚 也決定6月9號舉辦婚禮 我知道很多年輕人不想要辦婚禮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怕會有很多的摩擦 但這些都是會有的 你會發現到有一些東西是 你可能以前根本就沒有經歷過的 難處呢我們都去克服了 留下的一定會是美好的回憶 放很輕鬆就覺得那些東西都蠻搞笑的 最感動的是我牽著她的時候 走完我立坦上去 把阿嬤跟爸媽媽致詞 說換你自己站在睡眠下看的時候 那真的會感動 還好留伴穩定 挑婚紗是整個辦婚禮最輕鬆的一件事情 因為就是眼睛看就好 我們以前有拍戲的經驗 然後也有去挑婚紗的經驗 當今天要選擇是自己的服裝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想法 不知道從哪挑起 物聯力一拉開 你看 視直覺 對新郎的表情 新娘的表情 跟這整個樣子 你就會知道這件是不是你命定當中的婚紗 一閃過去看到那件黃色的 就覺得哇 她真的太適合了 因為婚紗的檔期很難喬 所以 我們本來就先訂好拍婚紗照那一天 但是因為我的工作前一天 工作到凌晨4點 所以我4點完回去 差不多我老婆就要起床 我大概在睡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我先畫吧 然後畫完之後換她 就去拍婚紗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怎麼過去的 可能就是意志力 意志力 我真的不知道那天在幹嘛 意志力跟那個求生育 就拍出了好多好好看的照片 我們那天足足拍到晚上11點 我們從早上5點開始梳化 然後這樣拍了4個場景 然後6套衣服 所以你知道演員的厲害了吧 就可以不用睡覺 36個小時再睡一個半小時 因為我是一個蠻即興子的人 比較容易有脾氣 她很包容我 就像一個海綿 她會吸我的脾氣 然後我也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自己也做了一些改變 她的這種個性 是最吸引我的一個方法 她的舉動跟做法 都會把我包含在未來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雙方要走下去一個很重要的點 你會發現如果她沒有 把你包在未來裡面的話 幹嘛 你還想走 講得比我好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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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你就會覺得 她只是在走她自己的路 你只不過是 在她走這條路上當中 可以配合著她的附屬品 但是如果她可以包著你 繼續走下去 那就代表說 就是你們兩個人可以 一起往前走 要面對的事情太多了 不管是工作上的壓力 或是很多雜事 如果她有把你包含在未來的話 不管面對到什麼問題 就會覺得說 沒事 不管遇到什麼 兩個人都還是 包在一起的 所以 往下走就好